我们再讲主要就是讲解一下 关于MySM这种存储方式 它的一个独占写所 独占写所的话 它实际上的话 它是以独占的方式去反问我们这一个所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了解的是 我们这一个写所的时候 就是我们给这个表加上一个写所 那么其他的C型 也就是说其他的客户端 它是没办法对它进行一个独占访问的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Menshoc的DOS 环境下面来 我们再开一个DOS 这里面就相当于是两个客户端 那么在这个客户端上面 我们进到这一个客户端栏 然后我们也是用的是Complice这个图表 这里面呢我们也是访问的是Complice这个数据库 那么现在我就要对我这里面的Menshoc这张表加一个锁 那么我们通过它这个Lock type我们的Menshoc这张表加一个锁 这个锁呢它是一个写的以独占方式的一种写锁 那么写锁的话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个write 加上一个write之后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去插入一区数据 或者说是在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已经给它加上了一个写的一个锁 那么加上一个写的锁之后 我在另外一个客户端访问的时候 这里面它实际上就已经出现等待了 这里面出现等待的话 那么因为我在这里面是一个主战方式的一种写锁 主战方式写锁的话 那么我在这里面可以对它进一个插入 我们这里面我们插入一个10 插大一点 98 然后它的一个生日199 然后我们再插入它的一个 这里面我们先插入这条数据 20114 这里面还有一个字段 再上来 还有一个m的一个字段 这里面我们先插入了 那我们以独占方式写住的时候 我们除了可以插入这 我们还可以update 我们可以更新 比如我们更新刚才这条数据 m plus 然后set 我们的一个 新的 等于f 那where where number 就到1 2098 这里面我们实际上也更新了 除了删除更新之后 我们这里面还可以做一个操作 我们在这里面再做一个删除操作 然后把我刚才这条数据给删掉 然后把我刚才这条数据给删掉 where 我们的一个音频 number 等于 2098 这是我们的一个删除操作 那么以独占写索的方式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对这个表记的一个增删改的一个操作 那么查询呢 我们实际上也是可以做查询操作的 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做查询操作 那么除此之外 在这里面我们还考虑一个问题 我现在已经 以这种方式去操作它了 那么我在这里面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现成的一个等待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关于 现在这里面已经给它加了锁 但是我还没有给它解锁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关于它的一个 锁的一个等待的一个情况 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它这里面有两个进程已经在等待的 那么两个进程在等待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去解锁 因为在这里面 这个C型当中实际上已经在等待了 那么这里面我就给它解一下锁 解锁的就是UnlockType 这样解锁之后 这里面这个查询它也可以实现了 只有当这里面解锁之后 那么它的一个等待才会被释放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我们比如我们现在 LockType Type 比如还是访问的是 我现在以这种方式去访问它 那么这种方式访问的时候 我是以RAID的方式 以共享读锁的方式去 那么以独占共索 这种方式访问的话 如果我在这里面查询的时候 比如说我查询的是 A.SIM RUN 我们把我们这一个表给它加一个别名 I is A 我们这样访问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提示我这一个 A表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访问的时候 我这个A表的这个别名的话 它实际上没有加锁 那这个时候你在访问的时候 你如果想利用的是一个别名访问 那么我们在加锁的时候 就应该加上了一句 I is A 这种方式 好这种方式的话 那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在查询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就可以查询了 这里面要注意点 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别名的方式 去访问一个数据库 这一种表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 通过这一种语把 去给这一个表 加一个别名 就是LOG TYBOR EMPLESS AS A RAID 好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解锁 unlocal TYBOR 这说明一个解锁 等一下 就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如果我现在去 再给这个加锁 LOG TYBOR 再给我们这个EMPLESS加一张锁 这里面我是加上一个读锁 或者我加上一个写锁 当我在这里面改加上一个写锁之后 那如果我现在访问的是其他表 比如说 比如说SERVUS 这里面的话 它就会提示 这一个表由于没有被锁住 比如说我是不能够访问的 我们在访问一个表的时候 一个C型使用LOG TYBOR 命令给这个表加了锁 这个C型可以查询 这一个锁定的这个表的记录 但是更新或访问其他表 都会提示说不 这里面要注意点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是给 EMPLESS这张表加了一个锁 给这张表加了一个锁之后 那我们在访问其他表的时候 那么它也会出现一个错误提示 就是因为告诉你 这个表没有被我们锁住 就是我们关于它的一个读写锁的时候 那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一个就是我们在 锁表的时候 那如果我现在想的是 比如我现在把这个表 unlock TYBORS 全部解锁 如果我现在要做的一个操作就是 我同时锁住两张表 那么同时锁住两张表 它这个语法就是LOG TYBORS 然后我们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第一张表是EMPLESS 这个表 然后另外一张表呢 比如这张表就是一个 读的表 然后另外一张表 那么就是一个写的表 就是SEROS SEROS SEROS 然后它这个写表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去访问它 比如说我现在访问它 访问这个EMPLESS 它实际上是可以访问的 然后我们访问的是SELECT 我们访问的是这个SEROS 它也是可以访问的 那么另外一个客户端 如果这个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 我们再访问SELECT 比如说我们访问的是EMPLESS 它实际上是可以访问 但是我们现在去访问的是 这一个SEROS 这里面它就会突然等待了 是因为我刚才 对于SEROS这里面 我加了一个写的一个锁 因为我同时对这两张表加了一个锁 一张表加的是一个读锁 另外一张表加的是一个写锁 这里面就会很明显的区别出来 当我们给它加上一个读锁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事情当中去访问的 如果我们一旦给它加上了一个写锁 那么另外一个表在访问的时候 那这里面呢 它是不能够被查询的 所以它是以独占的一种方式写锁 另外一种呢 是独的这种锁是以共享方式的一种读锁 然后再给它减一下锁 解锁UnlocalTypeOS 这里面就解锁 解锁之后 我们这里面这个查询 它实际上就会出去了 好 总结一下我们这件小节 我们这讲呢 实际上主要就是讲解了关于独占写锁的方式 独占写锁的方式的话 它和我们共享读锁的这种区别就是 如果我们一个C型式以独占写锁的方式 那么其他C型式没办法去读到独占写锁所 所针对的这张表 那么只有独占写锁 它的一个锁被释放掉之后 那么才可以访问它 好 这就是我们正讲所讲的主要内容